这就是破免供应跟零税率供应的差别 我刚才有说了 破免供应那个商家他不能所得回扣 他的避付税他不能回扣 可是我卖菜 卖菜买鱼买肉啊 我是提供零税率供应 可是我所付还的那些避付税 我的supply会charge我 我还是可以获得回扣 就变成这个商家现在啊 消费税对他而言不是一个成本 为什么应该可以回扣 所以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啦 他不应该起家 他也没有全力请家 可是如果 因为你懂啦 蔬菜这种是很受天气影响的咯 可是如果他真的每天下雨啊 菜生不出啊 他真的要起家你也不可以怪他 16叻 他是两个分开来看 这个10%是属于那个销售税 销售税就是刻增在这些物品上面 服务税就是刻增在服务上面 就有些服务会被征收服务税啦 也是只有有一部分的那个货品 会被征收那个销售税 所以销售税 以大众来讲的话叻是10% 可是其实他也有5% 10% 15% 到25% 看你是什么什么物品 很像研究啊 他们就刻增在25% 可是如果很像这种做椅子啊 椅布啊 鞋子啊 这种比较general的东西都是 征收10%的那个消费 那个销售税 所以 GST 如果GST 取代服务税的话 是没有影响哦 因为6对6嘛 可是如果消费税 取代了这些sell sack啦 有的东西啊 这边 就有一个 tax saving 我们叫做 税务 剩下有个4% 所以可是 这些也是要看那些 因为 销售税呢 是刻增在 生产上 或者是进口商的生产 所以我们NU 这我们不懂 他们到团了多少 巴仙的那个 销售税 以目前的制度啦 所以 其实最有利 在消费水面 最有利的呢 厂家呢 就是这些 制造商 跟这些进口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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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